大家好我是山姆 之前在為什麼我們不做槓鈴硬舉的影片中有說到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推薦做六角槓硬舉 因為它學習曲線比較短 可以做比較重 然後受傷風險比較低 那雖然六角槓硬舉它學習曲線比較短 但是它還有還是有它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就拍這個影片來做說明 那這影片包含這五個 第一個是六角槓硬舉的預備姿勢 那第二個我會分享一個二顆魁喜的一個高個子 在操作六角槓硬舉姿勢上的一個調整 第三個是抬下巴的動作 就很常見會有一個做硬舉會抬下巴 那第四個就是頸椎驅動的誇捷腳練動作 最後一個我們會談到低槓式的六角槓硬舉 這也是有人問到到底要不要做低槓式的六角槓硬舉 那六角槓硬舉的預備姿勢 原則上我個人覺得有兩種也是我看到的 第一個就是我個人在教學上 或者自己在練習的時候會做 就是先設定下半身再設定上半身 也就是臀部先往後做 往後做的過程中 你手如果可以握到槓 就去握完之後把軸窩轉向前面 那第二種是先設定上半身 就是我們先把上半身先設定好 先直臂轉軸窩 然後臀部往後做 然後再去做這個硬舉 這兩種姿勢都有人在教啦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第一種 但不管是第一種或第二種 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的軸窩要轉向前面 那也有人說腋下夾橘子 都有就是只有很多的提示 這目的主要是希望你的手臂 肩膀上背 處於一個高度張力的情況下 讓你這個結構可以比較穩定 那比較穩定有什麼好處 就是你力量的傳遞會比較有效率 比較不容易因為傳遞的過程中而流失掉 因為你在做六角鋼硬舉的時候 是髖節會產生力量 所以力量會由下肢傳遞到上肢 如果你上肢的結構可以很穩定扎實的話 力量傳遞就比較流暢 不會流失掉嘛 但是如果上半身如果沒有穩定 沒有創造那個張力 力量就比較容易垮掉 在姿勢上你也比較容易駝背啊 狗腰 這是稍微要注意 就不管怎麼樣 軸窩一定要轉向前面 或者是你可以用很多提示語 來讓你的上背 可以維持一個高度張力的情況下 來做六角鋼硬舉 那Erica Crissy有提到一個 因為Erica Crissy主要的選手是 美國大聯盟的棒球選手 或者是一般的打者 所以他比較常接觸是比較高個子的 高個子的情況下 在做這個硬舉的時候 那調整的空間就會比較小 更容易出現問題 像他影片的左邊 這是一個蠻常見的 會先以駝背的姿勢 會先以駝背的姿勢下去握槓之後 再去調整到一個良好的姿勢 但以這個高個子來說 他可能可以調整的空間不是很大 或者是他不太會調整 所以Erica Crissy的建議方式 就是以右邊的一個雙手往前舉 讓他前後達到平衡之後 就讓他屁股更趕往後推 更趕往後推的情況下 比較容易去進到一個良好的位置之後 手再去握你的六腳槓 那Erica Crissy就提到 其實堅持良好姿勢的最好方法就是 不要讓不良的姿勢發生 這就是靈活如報作者提的隧道理論 就是A點到B點 竟然都會維持在良好的姿勢下去進行 比較不會出現問題 比較不會出現問題 對教練來說有什麼好處 就是你不需要太多提示 他就可以做對了 OK嗎 那接下來我們要談到 就是預備姿勢會有抬下巴的情況下 就是影片中會把下巴抬起來 眼睛看前面 NBA前76人體能教練的Charlis有提到 那這個動作過程中 你要去主動維持脊椎跟脖子 要處於一個中立位置 儘量不要脊椎跟頸椎沒有中立的情況 那所以我們在做硬舉期 我們經常會發現到這個狀況 就是頭部會往上抬的狀況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抬脖子呢 那可能有幾種 第一個這是我接觸到的 如果接觸到舉重隊或是建立的選手 他們會說 因為有成績的運動員或國家都是這樣做的啊 所以他們會學習嘛 那第二個 認為這樣子做比較重 這也是跟第一個一樣 就是因為 做比較重的人可能都是這樣做 所以他們也是跟著這樣學嘛 那第三個就是看鏡子 因為他想要藉由鏡子來觀察自己的姿勢 有沒有正確 所以前面會看鏡子 那Charlis解釋是這樣 頭部呈現在一個伸展的位置 實際上會使你的頸椎比較不穩定 那頸椎不穩定 這個狀況下會滲透到腰椎 這其實是不好 因為我們做訓練不就是希望腰椎穩定 但反而抬脖子的狀態 反而是腰椎不穩定 其實就對你的訓練比較 你比較容易受傷 第二個頸椎穩定的時候 會允許更多的空關節活動 當然你的空關節可以更自由的去活動 更流暢 做動作更流暢 那Charlis是建議 就是告訴運動員 你的下巴刮 要刮一個鏈條 要把它勾起來 那這個建議 有人聽得了解 有人不是很懂 那我個人比較常用的 其實是 做動作的時候 要產生一個雙下巴 要產生一個雙下巴 好 那 頸椎驅動式的印譜 也是另外一個我看到的問題 就是 以頸 注意看影片的左邊 就是你看他會用脖子往後抬來做印譜 那就我所知啦 就是接觸到的族群是 他長期習慣就是這樣 從以前 就可能預備姿勢已經抬脖子 所以在做動作的時候 可能會很習慣做這樣子的動作 那這個長期習慣的狀況下 就比較難改 那第二個 他其實是一個代償氣質 有些人在中低強度的時候不會發生 在高強度的時候 他就會處於這個情況下 那其實老司機不太好改 就是如果你長期訓練都以這個方式來做很難改 有人就曾經問我 他說我有嘗試去改啊 可是改完之後就做不中了 這可以理解啊 因為假設你訓練五年 你五年都是用這個抬脖子的方式去做 那突然改個一週你怎麼會 突然會去適應 你的動作還是會去 習慣原本的動作模式 所以你要慢慢 把動作改完之後 逐步去練 練完之後你的重量一樣會慢慢上去 所以改動作是需要時間 會退步是正常的 改動作會退步是正常的 但是這個是需要有耐心 那一般要怎麼修正呢 其實我都是會前面放一個腳椎啦 會希望他眼睛呢 都一直看著那個腳椎在做動作 我個人是希望啦 因為我個人的想法其實是 這樣做比起你脖子往後台來的好 那有人就會問到就是說 可是這樣有可能就脊椎不中立了 你雙下巴的狀況下 你可能像我們以前 有些人 初學者在學硬舉的時候 會用PBC管 PBC管會希望你的頭的後面 跟上背跟臀部要接觸要三點貢獻 那如果雙下巴的情況下 你可能頭部後面就不會接觸到PBC管 那這樣就沒有脊椎中立啦 沒有脊椎中立的情況下 那這動作不就是錯了嗎 我想這個問題 是蠻常見的啦 那我來這邊做個解釋 就是其實脊椎中立不是一個位置 不是說一個位置 而是一個範圍 那我們為什麼要用PBC管 來做來教學 那很簡單 當你現在沒有一個參考點就是 我們要先建立你一個動作的一個知覺 讓你知道什麼叫做脊椎跟頸椎是成一直線的 所以我們要藉由外部這個接觸 像PBC管它可以讓你身體有接觸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有三點跟PBC管接觸 藉由這個方式去建立你動作的一個基礎 那你有這個基礎的狀況下 你比較可以以正確的姿勢下去漸進負荷 但我現在假設PBC管的狀況下 我就直接跟你講說 來三點貢獻 你沒有一個參考點的情況下 或者參考線的情況下 你沒辦法去知道自己身體的位置對或不對 所以在初學子的時候 我們都用PBC管來告訴你 什麼樣的情況叫脊椎跟頸椎是貢獻的 也就是脊椎頸椎中立 但是這只是一個學習過程 不代表你在未來在做任何動作的時候 都要PBC管 就是當你無到有的時候可以用PBC管 但你有的時候就不需要到PBC管 大概是這樣 就是脊椎中立是一個範圍 它不是一個位置 所以就算你創造一個雙下巴 讓頭部比較往前 那其實對我來說也沒有關係 所以你可以注意看圖中 綠色的位置其實都是一個中立的位置 所以它不是一直線 它是一個範圍 那這是有人問到 這也是最後一個頭皮片 就是低槓是六腳槓硬舉好不好 我們來看右邊的圖 一般六腳槓會有分高把位跟低把位 那高把位的部分 這我比較常用 我比較少用低把位 那有人在生前有的教練問 他從國外買回來沒有所謂的高把位 或是比較寬 我順便說明一下 你在買六腳槓硬舉的時候 其實你要參考一下左右的寬度 其實如果你從國外買ROCK或買什麼牌子進來 其實他們都是符合歐美比較高大身材 所以他左右握的那個寬 左右低握把或高握把 兩個距離會間梗比較寬 對台灣人來說 我覺得不是那麼適合啦 就以我看到的族群來說 反而會那個左右兩邊握的距離實在太寬了 就不容易握 所以我覺得你在買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握把左右兩邊的寬不要太寬 不然其實以我看到台灣的民眾 其實握起來不太好握啦 除非你也是高個子 比較粗重 那對你來說可能適合 不然對一般這種生產比較嬌小 或比較中等的人其實不太好握 那到底需不需要低槓式的六角槓 基本上看需求嘛 有需求才做嘛 不是為了變化才去做 而是為了需求 那像角力他可能要很低的情況下去 把人拉起來 那他可能就需要 那對一般民眾 以我的看法是覺得不需要 因為他不需要在那麼低的情況下去搬東西 當然貨運來的甚至 像我們跟貨運有合作嘛 他們就需要常搬東西 那也許他就是適合 需要這個動作 但需要是一件事 那重點是還是要去評估它 因為像做低槓式的時候 你要需要更好的懷膝寬 懷膝寬的活動度 那如果你活動度不好的情況下 你做這個動作 就沒有辦法進到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那在這個情況下去做 就比較容易受傷了 那在低槓式的狀況下 同時也是腰椎壓力會比較大 相對風險比較高 像下方影片的左邊就是高槓式 右邊就是低槓式 像我也不太做低槓式啊 因為像我的腳外活動度 稍微就比較差 所以我就算我是可以做低槓式 但是我蹲到底的那個狀況下 其實那個範圍不是很流暢 所以也相對對我來說風險會比較高 只要在做動作的時候 你的動作流暢度沒有辦法到那麼好的情況下 你的風險就會比較高 大概就是我今天的說明 以上分享